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本被誉为分离焦虑症的治愈绘本的好书 The Casing Hand 这本书呢,是1993年出版的 作者奥黛利佩恩 有一次呢,在公园里看到过这样一幕 母浣熊用自己的鼻子亲了亲小浣熊的爪子 然后呢,小浣熊将他的爪子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这是母浣熊在将自己身体的气味传递给小浣熊 这样小浣熊离开家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掌呀,放在自己的脸上 然后来想起来妈妈的气味了 当佩恩四岁的女儿即将去生儿园的时候呢 也经历了分离焦虑症 于是呢,佩恩就想到了这个浣熊母子的这个Casing Hand 所以他就和女儿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仪式 他亲了亲孩子的手 告诉他,这个吻会一直陪伴着他 包括他去学校的时候 每当宝贝想家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手放在脸上 这个暖心的动作 极大的缓解了孩子的无助感和孤独感 The Kissing Hand这个故事呢 是从一个小浣熊叫Chester 他要去上学了,要从这个时候开始 像每一个小宝贝一样 Chester呢,也不想离开家 他想和妈妈待在家里 想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还想读他自己的书 为了缓解他的焦虑呢 浣熊妈妈耐心地给他解释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并且告诉他 在学校将会有新朋友 还会有新书,新玩具 让他对新环境充满了期待 然后呢,浣熊妈妈分享了一个 Kissing Hand的家族秘密 小浣熊的妈妈呢 将小浣熊宝宝的小手 放在自己的手心 温柔地亲吻了他 告诉他 无论什么时候 当你感到孤独 或者希望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时 只要将手放在脸颊上 想 妈妈爱你 妈妈爱你 在书的最后一页 有一个爱的手势 和红色的心形 更增加了整本书的温暖和爱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 I want to stay home with you I want to play with my friends A kind of secret A very old secret I learned it from my mother And she learned it from hers It's called The Kissing Hand The Kissing Hand? What's that? I'll show you 每个宝贝 在刚刚开始离开家 去幼儿园时 都会有一些不适应 或多或少 会害怕 无助 焦虑 爸爸妈妈如果能够 及时引导书解 宝贝们的这种分离焦虑 会很快地平复下来 并且适应性环境 所以 推荐爸爸妈妈们 和宝贝们 一起读读这个绘本 也给即将上幼儿园的宝贝们 一个 Kissing Hand 让孩子们能平缓地度过 幼儿园初期的分离焦虑 好了 今天的绘本天地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 请关注宝妈乐贝成长预计 拜拜